万万没想到 文章拍戏耍酒疯的这一段 原始他的急性发挥 在拍热雪豹时 恰逢北京十年难得抑郁的低温 气候寒冷 加之感情戏很多 当于都一名便决定 把大量的感情戏运用到酒桌上 和文章演对手戏的一众演员 也纷纷喝酒暖身 可谁知兄弟们喝着喝着就喝大了 文章借着酒劲 意外塑造出了这场耍酒疯 摔东西的经典名场面 或有一种豪迈感 你还别说 镜头前的效果还不错 那几年的文章 正处于角色创作的巅峰 奋斗中的向南 窝居中的小辈 裸昏时代里的刘一阳 少帅里的张学良 一个个入目三分的角色 总能深深触动观众内心 而雪豹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便是他的这段哭戏 怎么一百多口的人哪 说死就死 你说让他们死 他们就得死 你是谁呀张人姐 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 不就想老子们吗 老子打的仗 说你那还不行吗 正是这段哭戏 让影迷彻底爱上了周卫国 这个悲情的英雄人物 在拍摄雪豹时 导演想找一个演技好 还会说日语的演员 来饰演日本大佐朱夏俊 当时国内有名的鬼子专业会有很多 但导演仔细斟酌一番后 认为只有这两个人最合适 一个是日本演员大种框将 另一个则是中日混血的耿长军 两人都是因为出演陆川的南京南京 而被中国导演所熟知 其中耿长军又是最早一批 加入抗战电视剧出演日本人的 导演在《我的兄弟叫顺六》中 看过他饰演的板铁少佐一角后 认为这家伙的演技很不错 于是果断敲定他来出演朱夏俊 可让耿长军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在雪豹中的表演 会再一次让他锦上添花 特别是最后一集 砍掉手臂的那一段 不知让多少人哭得稀里哗啦 也有很多观众感叹说 如果没有战争 周卫国和朱夏俊 或许会是很好的朋友 以至于在往后的几年 耿长军片约不断 算是彻底给他定型了 也因为饰演过太多的日本角色 一段而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日本人 虽然母亲有着日本血统 但他本质上 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如果要问你雪豹中 最让人恨不起来的日本军官是谁 那毫无疑问 非朱夏俊莫属了 之所以这样说 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敢于提出反对清华战争的日本人 要知道 朱夏俊身为日本大佐 能做出这样的举措 在当时的抗战剧中 绝对算是标新立异的存在了 也是无数观众敬佩他的原因之一 朱夏俊是一个有情有义 力求上进的优秀爱国军人 作为一名军人 他就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但朱夏俊心里很清楚 日本不可能打败中国 可迫于自己军人的身份 他又必须参与国家的侵略战争 而在后来的行动中 朱夏俊偶然结识了与自己不分上下的周卫国 他非常欣赏这号人物 甚至主动教敌人日语 还有剑术 真正把周卫国当成了兄弟 陈毅和周济先被抓食 朱夏俊更是第一时间 解救自己兄弟的女人和父亲 对他们的态度也是毕恭毕敬 充分反映出了朱夏俊的格局与涵养 特别是最后一集 朱夏俊的特战队被包围 他为了保全对人的生命 孤身与周卫国决斗 甚至自断手臂以示原谅 直到临死前 朱夏俊都没有想过要伤害周卫国 他为能死在好兄弟的手里 而感到高兴 以至于很多观众看完这一段感慨说 如果没有战争 他俩肯定会是很好的朋友